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陈凯婷 香港泛民主派争取特首真普选 因而发起占领中环运动 并在7月1号举办大游行表达诉求 为了反制占中运动 另一派人士则在本月17号发起反战中游行 主张按照基本法规定 2017年推动行政长官普选 并反对动乱破坏法治的行为 过程中一度有支持战中人士到场 和反战中民众发生零星冲突 香港警方估计 有超过11万人参加反战中游行 普选必成功 普选必成功 反对占领中环游行队伍 高举标语喊着口号 这是由香港工会联合会 及官方香港电台前节目主持人 等组成的大联盟 诉求反对泛民占领中环运动外 并主张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 2017年推动行政长官普选 活动原本预计下午1点半开始 从维多利亚公园开始步行 但因为人数众多 游行提前展开 香港警方公布参与人数超过11万人 主办单位则宣称 有19万3000人参加 也是30年来矿城泛民主派 规模最大的游行 期间路边还有战中支持者 持续提出诉求 一度与游行人士对骂 远景出面加强保护 香港政府发表声明表示 特区政府支持一切推动 依法落实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活动 并反对一切影响 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 至于战中发起人陈建明表示 希望反战中民众能理解 战中是逼不得已 希望港府在政改问题上 能释出善意 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报导 台湾桌球好手张志源 参加第四届洛杉矶桌球公开赛 在决赛以4比0 击败北美排名第一的 加拿大国手王珍 现场华人为之疯狂 真相和冠军回应留念 比赛也不能算 场地设置什么 不能算A级 但他们在这边的华人 包括台湾人都非常热情 我感觉是他们这观众属于A级 乒乓球虽然在这边不是很重视 他们不是算篮球 但是他们在这边的人感觉 就是还是很关注 就是来场地的都很热情 庄志源虽然对场地空间不太熟悉 加上受时差影响 在八强赛一开始表现有些失常 不过靠着精湛球技 没让球迷失望 一路过关斬将 六场赛全胜 胜利拿下冠军 而他也对于自己的表现做了检讨 就可能揭发球上还是有问题 然后在比分领先的时候 自己一些技战术方面 还有就是可能要调整的地方还是有 庄志源也借洛晨公开赛的机会 以赛代训积极备战九院登场的人川亚运 张社记者吴邪昌洛杉矶报导 印度三军一队踏着整齐步伐进场 会庆祝脱离英国独立六十八周年 印度举国庆祝 总理莫迪投榜橘色头巾 身穿传统服饰 熟度登上就得里红宝宝泪 发表全国演说 大声宣示明年同一时刻 要让全印度学校都有厕所可用 以及积极打造印度 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引起全场任务光临 一句印度传统每年独立日总理都会在红包演说 不过有别于以往 今年开放民众自由进场 演讲台也为加装防弹剥离 莫迪展现亲和力拉拢明星 让今年参与活动的人数比往年暴增 莫迪整场演说不提首饰和口号 固舞群众和前总理赵本宣科的风格大不相同 同时印度媒体也观察到 这是第一个没有煽动印巴议题的独立日演说 莫迪全程聚焦是正重点 让印度人民耳目一新 期许在他的带领下开创全新印度 中央社记者和风筑新闻里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亏违一年多 近期发片的甜心教主王心灵 这回小豆性感 不仅新歌邀请到 曾为南韩舞姬炫哑 烟舞的老师操刀 扭腰摆臀俏皮甜美 封面服装也有夏日清凉的FU 周末台北签唱会登台秀舞 吸引全场目光 对 它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点 对 但是其实跳手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好摇的 真的很刺得瘦身甩油 对 然后我在网络上 看到有些歌迷朋友 已经开始在跳了 除了招牌的舞曲 王心灵这回发片还融入巧思 第二波主打歌用菜市场名 赎芬与志豪 讲述十下男女的爱情酸甜苦辣 前常会现场 王心灵更扮起小红娘 大玩配对游戏 不过谈到歌迷期待的演唱会 王心灵坦言今年来不及 希望明后年能和大伙一起圆梦 我觉得十张专辑的 应该要交出一个 怎么讲 华丽 漂亮的成绩单的时候了 但是今年是一定来不及的 然后很多歌迷朋友 也都很支持 一直在询问我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 然后看看明后年可不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王心灵专注演艺歌唱事业之余 针对日前高雄气暴灾民 云南偏远平铜生活等 她也积极参与募款 亲身探访做公益 希望用实际行动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朋友一起投入相爱心 中央设计的张志燕 红黄军台北报导 乐手 吹奏风笛 还有军车 炮车 多伦多一年一度的勇士节游行活动 碰上一次大战结束100周年 以及二次大战 诺曼地登陆成功70周年 活动盛大举行 台湾代表队伍也一同参加游行 各式军乐队 风笛队和鼓队一共100队 中观场面让民众拿起相机不断拍照 我们今天桥界有中华民国农光联议会 跟中华民国特务金人学会 组的两个团体来参加 那这个是彰显我们桥界参加 组的社会活动一个最好的例子 多伦多勇士节游行活动 自1972年以来每年举行 面怀二次世界大战 为维护世界和平自由而牺牲的军人 还有人存活的老兵表示崇敬之意 也对现役军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 表达感谢之意 这次亚洲参与的国家 还有南韩和越南 而台湾队伍虽然没有鼓乐队助阵 但整齐画意的步伐和气势 不输给其他队伍 更难得在国外见到青天白日满地红 随处飘扬 中央社姐张若婷 多伦多报导 中国大陆上海最近举办书展 适逢周末假日观展人潮明显增加 从买票进场就得排队 书展上不少大陆出版社开辟台湾书专区 民众反应热烈 台湾书专区人潮众多 出版商拉起排队线管制进场人数 大陆读者还是乐意排队等候 可见台湾的出版品受欢迎的程度 其实台湾的书籍售价比较贵 不过台湾书籍以正体中文书写 在大陆相对稀有 喜欢的大陆读者多半不介意价钱问题 也有大陆民众认为两岸文化相似 但是台湾的书籍相对比较有创意 给予好评 上海书展这次主打推广阅读 文具 劳作 电子书和动漫等相关展摊 也没有缺席 呈现阅读的多种风貌 庄社记者在思佳 上海报导 南韩和美国一年一度的 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 18号拉开序幕 北韩在事前不断要求南韩 取消这项以北韩为假想敌的 防御性军事演习 并威胁可能会对南韩和美国 采取宣发制人 不过南韩强调 联合军演是为了维持韩美同盟 和韩美联合战力的防御性演习 将按计划照常举行 更多国际脉动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霆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